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可以走多远呢 而当时我们的分析的技术观点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所以今天上工的一个阳线 已经开始逐步的回补了这个跳空缺口 所以以前股市有一句愿意说 所有的跳空缺口之后都会被回补 这个是股市流传的一句话 它今天突破了这个阻力 这个是一个阻力 0.835 上去跟阳线是相当强势的 而且是加量其升在这里 然后目前的阻力是在0.91 而前高的阻力是在这个0.96 所以目前我们它的走势 我们要看能不能继续升高突破这两道阻力 然后继续上升 我觉得在这0.91是有机会突破 但是这个0.96 而在这里下跌的时候也是有大成交量 所以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所以突破0.91后 我们要看能不能继续突破这个0.96 如果它不能突破 那么短线上就要考虑高抛低息 卖一句在周四的时候 收盘跌四分 收盘在0.78 我们来看它最新的走势图 它在这里只是上攻到0.91之后 就连续下跌了 当时我们说它虽然回补了这个缺口 但是如果它要继续上攻的话 它必须突破这两道强阻力 0.91和0.96 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 它可能有机会到达0.91 但是如果要继续上攻 突破这个0.96 而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这里是前高的强阻力区 所以不容易攻破 目前它的走势演变果然如我们所料 到达了0.91之后 就连续的下跌了数根阴线 然后跌到了目前的支撑0.79 而这一根阳线 几乎已经被这几根阴线回吐上户 也就是说之前如果你在这个阳线上来没有跑的话 那么之前所赚的现在又还回给市场 所以目前的支撑在0.79 要看能不能守得住 然后第二的支撑在0.74 也就是在这里 然后关键支撑在0.70 所以目前的MACD 虽然它是冒出了水面 不过它在水上喝拢 也就是它没有继续向上起 虽然它还没有死差 不过看来如果再跌下去的话 那么这个MACD就会死差 那么它的向下动力将会转强 而可能也会继续把股价拉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 最好这个0.79能守住 不过我觉得它应该是守不住啊 所以现在要看这个0.74 看能不能在这个区间守得住 当然它不要跌破这个关键支撑0.70 因为这个是它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它跌破的话 那么这个的账户 可能会逐渐的损失掉 如果它跌破了这个关键支撑 那么它还会继续向下跌到更低的空间 而所建立起来的账势 可能也是逐渐的被磨损掉 所以目前不要跌破0.74 是比较关键的 所以目前股价开始走落 我们暂时只能静观其变 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止跌的迹象 也就是没有阳线的出来都是阴线 所以如果一次有阴线出来 那么这个我们只能暂时静观其变 还不能低息 而之前我们说要高抛低息 如果你有在这里高抛 现在你就等着回息 问题是几时回息 我们要等市场来决定 而不是你自己猜测就可以 最好由市场来判断 如果它有止跌的迹象 有阳线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慢慢的低息 目前我们只是观察 它几时止跌回升 才是低息的时机 好 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不管你要更深入的 掌握每个交易乐的潜能 十四股计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 市站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 了解详情 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 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 在每个交易乐 侦查及分析 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 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